某女性立委传出被男朋友家暴事件引发社会关切 隶属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的基隆市家庭暴力纪性侵害防治中心表示 以基隆市的成人家庭暴力事件统计来说 包括夫妻情侣等所谓亲密关系暴力就占了其中的六成以上 其实在我们这个家庭暴力纪性侵害防治中心 我们的工作里会发现在我们成人保护的这个案件里 亲密关系的这个暴力就占了六成以上 就是亲密关系之间的这个暴力 包括夫妻啊 前配啊 男女朋友之间的这个暴力 也因此防治中心提醒民众注意三件事情 包括自我保护跟隐私权的重视 虽然俗话说爱到深处无愿由 不过建议不要拍摄过度亲密照片或影片 主管机关我们业务单位跟我们做社工的经验 还是要呼吁大家 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实物上会看见 这个情侣之间啊 夫妻之间啊 有时候情到深处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建议啦 不建议在这个情况下拍摄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一些私密的一个影片啊 我想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都应该要有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界限跟隐私权 那也避免未来的这个可能有的一些危机事件 跟这个隐私照的这个外流啊 胁迫事件等等 第二则是要有危机意识的提升 例如要注意另外一半有没有权控 也就是权力控制的倾向 例如经常查询手机内容等等 我们的这个亲密的伴侣有没有一些权控的行为 包括比如说行踪的掌控啊 这个比如说什么手机的这个监控啊等等 跟踪啊等等的这些习惯 或者是情绪上的这个不稳定等等 我想这个都会是透露着一些讯息 也许在相处上都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啦 第三则是要勇于求助 万一发生暴力事件时 即使打110警察单位或是113家暴防治单位求助 才不会姑息暴力持续发生 我们也是要呼吁大家相信我们 那也勇敢的求助 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便利 我们113啊110啊 我们网路上的关怀一起来啊 甚至是我们家暴中心这里 都可以做这个求助 那我想我们也会在 我们能够处理的范围内 尽最大的力量去保护我们的这个当事人 不论是隐私的保护 还是安全的维护 我们都会尽我们的所能 那当然求助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我们也是呼吁大家 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要勇敢 因为有时候姑息 或者是说容忍 可能问题没有办法被解决 那要勇敢的踏出这第一步 最困难的一步 让我们能够来一起来帮助你 防治中心希望民众牢记这三个要点 不要害怕求助 才不会让家暴事件一再发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